哈喽主播大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是享受96岁 陆媒报道江泽民是患有白血并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 抢救无效11月30号在上海逝世 目前公布的自商委员名单主任委员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委员包括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韩正等人 那么在江泽民逝世讯息发布后 包括新华社等大陆媒体的页面都已经换成了黑白色 那么江泽民是在1989年担任中共总书记 2002年才卸任 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人物 他前后是担任了13年中共总书记 今年中共20大开幕江泽民虽然没有出席 不过他依然是20大主席团常委会的成员 那么江泽民在任内两岸是展开了国王会谈 但也在1996年发生了台海飞弹危机 让两岸关系一度陷入冰点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对于大陆经济崛起 跟参与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江泽民他是江苏扬州人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 曾经到莫斯科的汽车工厂实习 1985年担任上海市长之后 一路在中共党内爬升 1993年到2003年是担任了大陆国家主席 10年主任期间也是中国大陆经济起飞的时期 以上是最近讯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